大家好,我是在城市讨生活的农村 这几天,就这两天嘛 因为这两天都在下雨 还是有好几个兄弟咨询我跑这个哗啦啦的事情 很多人可能不大理解 像现在这个疫情这么严重的话 跑车多少都会受到影响 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想干这个活呢 其实我的理解原因非常简单 疫情影响的不只是咱们这一个行业 其实现在说的不好听一点 各个行业都不好干 反正我知道现在上海这边 很多工地都是停工的 因为米航那边有一个工地 出现了这个聚集性的疫情 所以现在工地上查的都很严格 你像就说现在这个网约车来说吧 网约车不就是拉人吗 我们是拉货 你说现在疫情影响 路上都没有几辆车 地铁上面也没有几个人 现在大家很多人能不出行的都不出行了 有些人是封闭管控了也出不去了 你说现实中还有多少人员流动 而且像他们那种网约车 每个月的租金都是在六七千块钱 像昨天一个兄弟说 如果按天租 两百五一天 一个月七千五 如果按月租七千二一个月 就是那种电车 你说他们的压力是不是非常非常大 他还不像我们这种货运车 一天的租金一百出头 他们一天的租金都是两百多 再加上什么充电的费用 还有他们因为路线不熟 产生的各种违章 再加上各种成本 其实我听他们说 他们一个月的一天的成本 大概在四百块钱左右 你想一下 他一天要跑多少钱 他才能赚到钱 他一天跑八百块钱 他只能剩四百块钱 这个压力是非常大的 而且现在疫情之下 一天能跑八百块钱 已经很难了 可能他们一天 现在可能我估计 能跑个四五百块钱 已经很好 能保本已经很好了 所以说很多人想来干这行 我也大概是能理解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不好做 关于这个霍拉这个事情 我是认为做这一行 我的理解就是 往好的方向理解 一个就是人比较自由 你跑车嘛 就是说你接了这一单之后 你送到地方 你拉的毕竟是货 不像你开网线车 你拉了一个人 坐在你旁边 或者坐在你后排 你要戴着口罩 很武的很严实 很舒服 你也不能随便给人家说话 又免得被人家投诉 怎么样的 二呢 就是跑这个东西 它就像跑外卖一样 你送一单 它有一单的钱 它到你账户里 你随时能提现 这个不像你厂里 或者工地上打工 不到时间 拿不到工资 像工地上现在投欠工资还很严重 我们这个呢 它到账户里 你想提现就可以提现了 这样的话 能保障你日常生活的开支 没有问题的 大概是这个样子 你要说干这个东西 能不能挣大钱 也有人挣到大钱 就像昨天 年后2月15号 那个大哥 我给他租的车 他当月 不是当月 就是说 那个一个月的时间 30天 他跑了2万出头的流水 怎么跑到的 我不知道 我还在那里 开玩笑说 我跑了一年 也没有跑过2万的流水 他是因为什么呢 他也有他的优势 他之前在上海 是开了几年的网约车 也就是说 对这个路线各方面都很熟悉 这是他的优势 所以说怎么说呢 我想他能够跑2万流水的话 他能输给1万多 1万2左右 能胜到这些钱 像我一个月跑1万5,6千块钱 1万6,7千块钱 我只能剩7,8千块钱 我讲了这么多 就是讲一下上海跑这个货运的真实的情况 仅供大家参考 每个人都可以对号入色 你可以比较一下 跟你之前的工作收入相比 能有多大的差别 做哪一个行业更合算 不要自己盲目的入行 然后甚至有的朋友买车入行 买个东西 真的是没有必要的投入太大了 每个人根据自己的情况 感觉自己合不合适做 再做选择 不要盲目 不要非理性的做决定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了 再见 大家好 我是小雨 现在刚刚下楼 把这个小猪 还有弟弟的平台都打开了 我准备去干一下网约车 现在一旦没有呢 我估计今天单量应该会很差吧 疫情之下大家都不愿意出门 也有很多人是公司停业了 选择在家 等到解封的时候呢 再出来 哎呀 我也是实在待不住啊 我没说 现在呀 这个疫情之下能出门的 能出来干活的 一个是胆特别大的 他就爱留的 一个就是真的是缺钱的 我就属于是后者 我想把这个口罩啥都戴好 做做防护 然后即使是每天弄个五七八十的 不也挺好的吗 也比在家里边待着强啊 于是呢 抱着这个心态呢 我就出来了 我也觉得啊 这个不管是疫情啊 还是平时休息啊 你这个适当 你适当休息一下就行了 但时间太长的话吧 这个人也真的是说无聊 就感觉很无聊啊 那天我发视频 我说 你刚开始吧 休息两天觉得挺好的 睡个自然醒 想吃啥吃点啥 等到过几天之后 这日子就会觉得相当无聊了 就人生都忘了就那种感觉很焦虑啊 所以说我就觉得啊 作为人 作为一个健康人呢 你就应该活动起来 如果是哪位朋友在家里边待着除不来 你们也是别总赖在床上 沙发上看手机啊 一混混一天 也应该做一下这个室内的运动嘛 活动活动 我也是看到一个朋友过往我发微信啊 他说准备着过几天啊 解封之后 他要开始盘一个小店 还要做餐饮卖麻辣烫 哎呦 我也感觉很吃惊啊 我说这个时候我真是佩服你的勇气啊 我说你有多少钱呢 他说这些年除了打工啥的 呃也有车了 但是没房子 一共能有个六七万块钱 我说那你还是考考虑考虑吧 现在这个餐饮太难干啊 不是说咱做出的东西没人吃没人买 而是这疫情一来的话 只要有一点点苗头啊 那餐饮行业首当其冲 肯定是要停业的啊 即使说让定外卖不许堂食 那也肯定是受很大的影响啊 这件事情还是得三思而后行啊 现在挣钱多不容易啊 人都说这往后一年比一年难啊 我是相信这句话的 这可不是危言松停啊 看新闻啊 说是2010年的2022年 咱东北流失的人口是1100多万 这个数字多惊人呢 真的不知道剩下的东北人还能坚持多久 不是说咱家乡不好啊 而是在这片土地上 各有各的难处吧 可能也是咱真的是没能力 啥也不是是不是 有能力的人呢 在哪块啊都行 是金子都会发光的 所以说咱只能是靠自己 也出卖体力呗 没有别的办法 你说吧 你还不是那坏人 坑蒙拐骗的事呢 咱是打死都不能干 就得是靠自己这个体力 然后呢维持自己的生计了 脑袋还不够用 目前就这样事的比较尴尬 所以呢 北上广深啊我也不去了 我去了之后也就是进场打工 到那块挣个五六千块钱 深圳啊 你也别说是月入过万都很轻松的 像我这种没学历的 去了之后累死累活的 也就是六千块钱左右 不到七千 在哈尔滨呢 努努力也能挣上 希望咱们在东北的朋友一切都好啊 也愿我们大东北能够早日抗日成功啊 下期见了 拜拜 大家注意防护啊 今天我们就聊一下这个网约车啊 大家都知道我是跑网约车出生的 那么很多兄弟都问我 跑网约车很轻松啊 很自由啊 多劳多得啊 甚至还有些人呢 他觉得跑网约车能发财啊 对吧 那么我在这里严重怀疑你 你是不是看那些网约车平台宣承语 看多了 大家好 三宅啊 以下视频内容呢 有可能会触及某些人的蛋糕啊 建议收藏点赞 言归正传 像这种宣泉语呢 它确实是很吸引人的 特别是现在很多人都被这种心灵鸡汤洗脑 打螺丝没前途 看不到未来 是吧 自也蠢蠢欲动 也想尝试一下 跑就网约车 甚至连东南西北都分不清 就去买了车 租了车 对吧 租车按现在的行情呢 押金一万 月租四千家 当你租下这辆车的时候呢 你不得不去跑 不跑也得逼着你去跑 每天一睁眼呢 就欠下一百几十块钱的车租了 能不跑吗 网约车没单的时候呢 顺风车的拼单你都要去跑 你都要去秒接 都好过你座椅代币 在那里没有单来 像你说跑网约车啊 跑得很好的人呢 也大有人在 对吧 行行出状元 每个行业他都有他的大神所在 但是要注意的是 估计很多人说自己跑车好跑 跑得如何赚钱之类呢 这种人你忙碌要注意啊 这种情况呢 很多时候呢 他只是想你去租车 他拿个介绍费而已的啊 现在介绍去租车呢 一般都是有介绍费的 没什么事呢 多去看看新闻 多看看政策 很多城市呢 都出告了那个网约车市场饱和的提示公告啊 像这种公告大概的意思呢 就是说让你暂停去买车辆 避免重大投资和损失的一个预警通知啊 网约车市场它就这么大 还成千上万的人加入到这个网约车来啊 就像东莞啊 我以前每次带人去考这个网络预约出租车驾驶人元政的时候呢 哪场考试 人数不是爆棚的 对吧 在这个预警通知中呢 还提到 如果你真的想跑车的话 那么他只建议你去租那些时长较短的方案 降低这个营运成本 如果你为了跑车而去买车的话 那么就是不建议的 跑车它是发不了财的 什么玩意成本一除掉 它和打螺丝也就差不多 月入过万的同时呢 你成本开销也大 白天充电柜晚上充电要排队 除非你自己有充电桩啊 如果你自己买的车又不想做了要卖车 电车本来就是贬值大的 如果你是带营运的电车 那么贬值就更大了 为什么我要出这一期视频呢 因为我朋友当初就亲信的那些卖车店的忽悠 说的天花论坠啊 跑车前途无量啊 月入上万啊 对吧 那么现在车拿下来了 每天出去跑134个小时 对吧 跑了一个月 除掉开支所有费用 才6000多块钱 如果你有这个精神去打螺丝的话 也比跑着车玩意强啊 还有另外一个朋友更惨 去年全款拿下魅58014个多W 跑了大半年 昨天把车卖掉了 亏了6万多块钱 心累的 他说不求亏多少 只求脱坑啊 他说自从跑了网约车以来 只有两天是开心的 提车那一天和卖车那一天啊 当他说出这句话的时候 是多么的无奈 跑过网约车的老司机 估计就会懂得他这句话的意思 如果是没有跑过车的 兄弟呢 你可能理解不了他这句话的意思啊 那么就总结一下 大家都是成年人 该为自己的行为而负责任啊 跑不跑的到前 都是自己当初的选择的啊 入行需谨慎